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看两三天了 发芽了不哦 这些种子 好多的发芽了 这里也有 现在看见他们发出的这些芽 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 现在我感觉我跟着这个小菜园比较小了 所以我撒的种子比较密 现在我要继续把这个小菜园扩大一点先 Let's go 现在先把那个墙角那里弄一下 到时候可能种点荷兰豆 又看见一个非洲大蜗牛 我又挖到一个非洲大蜗牛 网友说这是害虫啊 所以说不好意思的哦 送上西天 好了跟着差不多了 这个墙角这里呢打算种点荷兰豆 然后为什么这边我不把它跟成小菜园 因为这里面是石灾啊跟不了了 然后现在准备上镇上面去买点荷兰豆 发酵去镇上买荷兰豆 秋高气爽的天气啊 现在就是早晨跟晚上比较冷一点 然后出太阳了就比较暖和 但才8点钟就开始堵车了 我的呦 来这里看一下 哇看见有好多种子啊 老师老板老的 我变大了就都你数完美 比较慢苦 这个 所以难豆就是这个了 有两吗 哪有2吗 速战速决 买了两块钱荷兰豆 现在回去了 两块钱的荷兰豆 我已经买回来了 我现在就拿去种了 你看 尿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看一下这个荷兰豆长怎么样 开种开种 种完了 现在再撒点尿上去 OK 大功告成 荷兰豆也种了 尿也撒了 其实我是非常的喜欢种菜的 但是我去年什么季节该种什么菜 我都不知道 我之前还是问我妈的 我本来想种空心菜 想种红薯苗的 我妈说这个季节种不了了 她告诉我这个季节 适合种芥菜 荷兰豆之类的 所以说 我不问她的话 我根本不知道 这个季节该种什么菜 好了 我的荷兰豆也种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拿上工具 撤退 撤退 关上门 OK了 回去了 回去了